真的很心寒啦 我相信市長經過選戰的犀利 能夠很多數的人認為你可以帶領未來台中市民未來四年的建設 局長你請坐 未來四年的建設 但是你一上任第一個大家對你有期待的追加點預算是這種編法啦 居民局長我請教你 相機、筆電、印表機還有國內旅會 符合我們預算法79條的哪一項 報議員這是促參獎勵金這是中央的補助款 中央的補助款你就可以直接拿來這邊用 我跟你講追加減預算一定要符合預算法79條的部分 所以說我在剛剛一直很以為我們市長是經 因為大家收拾我們台灣各界的精英來帶我們台中市來各局處 來未來針對我們台中市的市政 但是這種編法讓市 處三是處三哪一個部分 報議員當時是根據財政部103年 當時台中市政府辦理中台灣影視中心 我們獲得了一個1500萬的獎勵金給台中市政府 其中新聞局分配到300萬 但是因為當時的時間點我們取得這筆預算的時候 當時103點沒有辦理相關的追加的程序 所以得有104年拜領追加程序 是當時來不及 是 好請坐請坐 好時間到好 好請坐 好請坐坐 好請坐坐 不要再到人家 重來 我再說一半就沒了 兩個都要收錢 重來 重來 重來重來 重來 我們三是間王教的 議長 市長 所有的在座的各位好朋友 議員 媒體記者 我在想 對家預算的 應該 主計審計的 他都很清澈很清楚 應該要 七十 預算法 七十九條 去便利 要實際 符合 我們大眾的一個需求 我們 頂改 頂處 所掛的議員 我希望說 我們 林佳龍市長的團隊 我們要切實去執行 如果說 不可以去執行 我們還是要透過追加減預算 例如米亞鐵 對不對 他說不該做 好台灣台灣不該做 那個都要透過追加減預算 不只要說在尊重議會 對不對 不可以說 隨隨便便 所有各級的機長 我們要預算 科目不符 還去把他挪用 我想 很多議員 尤其張立責 阿哥 來行 還減染麻 議員要找你出麻煩 很多很多 我們的議員有提出了 這次 不合實際 大眾的一個需求 這個 這個 社福的 一個 需要 當然 幼兒園 現在很明顯 原來的台中縣 尤其大甲 幼兒園 大家都沒辦法去突出 因為要再抽籤 這到底 我們的政府 是在做什麼 有的 有的 幼兒園 有上下班 給他運送 大甲地 大甲地基 越大 越無 沒有車輛 運送 這個議員 所以造成 我跟你說 造成家長的一個反彈 當然 這大概這樣跟你說 過去 我們市政府 胡志強的團隊 我們議會 國際的 進追議員 當然 英雄一家 文西一家 先問建設局 當然在台下減 我們就看到了 大甲西 大甲西班 生態園區 這次減掉 0.52億 我一直在想 好 現在 胡志強 當時 他 他的幾位 撤過 當然 我們 時間應該 我們就不要做了 既然 本色提案 在胡志強的團隊 都通過 一億 要做兩支做 前一支 已經開工了 也前一支 就要結束了 第二支 在這裡把我們對檢調 對不對 請問 我們建設局長 對檢調的原因在哪裡 我們說一條路做一半到這裡 我都不在做了 所以 你要特別注意 機長特別注意 這條如果改正不清楚 我先往後 在你所有的預算 我不是說要跟你聽麻煩 我先這麼多 這麼多 你都會統籌 大概 寫一個預算 要多少 會大力 砍你的預算 所以 這點 請你特別注意 當然 我剛才說 生態延期 你 我怎麼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說 農業局 農業局 農業局在 十七月 農業局 我們一直是說 我們 科目愛的 為何 我們 肉品市場 在設備投資 追加了 九百二十 點五萬 這到底 怎麼不可以去 變呢 我們肉品市場 肉品市場 公司 正式給我們 一個編列 如果真的需要 我們真的要改變 不要再追加減預算 編列 所以這點 我個人的 感覺 有不妥的地方 再來 我們捷運 捷運 剛才劉四周也有說 我們市場 一直要跟他關公 交通的一個方便 捷運 提早來完工 但是 在捷運方面 我們還要跟他對減 白話 所以 這到底 說的 跟做的 才 給本市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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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我想其實 台中市的債務 這個 算到今年 一百零四年 的話 那麼 加上這些 非 未執行的 債務 加一家 其實高達 九百多億 這個 其實跟過去 大家所認知的數字 是來的 更大的 那麼 一百零四年 台中市的 債務 如果加上 未執行的這些部分 高達九百多億 那麼 如果 把我們可以舉債的空間 扣掉 今年 我們要設計的一百九十億 其實未來 林市長只剩下 大概兩百多億 可以舉債的空間 那麼 其實這樣子 舉債的空間 對林市長 這個四年的 施政 其實是 沒有什麼 可以借錢的空間了啦 所以要講說 債留子孫 這個本席齁 是不太同意 因為過去的這個舉債 從過去就一直在進行 而且一年比一年多 剩下這幾年 你說 春四年 今年的 雨傘 幾年就一定變好了 那麼 剩下這四年 只可以 舉債兩百多億 你說 未來是要做什麼 所以我想 舉債喔 很容易 但是 減債 卻很困難 那如何 能夠減債 又能夠做事 但是 這個就考 在 考驗我們 林市府團隊的能力 那麼既然大家都在講說 債務 一直在增加 那麼林市長 你有沒有什麼 可以減債 或是未來 可以增加 市府 財務 財庫收入 的什麼樣的方法 跟因應的對策呢 請林市長回答 謝謝陳議員 當然就是開源跟截流啦 那 在截流方面 我相信一些工程的檢討 是必要的 我想台灣塔 就是在這個例子之下 我們對水南整個園區啊 在定位的檢討 那麼開源的部分 包括我們有幾個重劃區 因為現在還沒有整個分配跟結算 我們事實上都有把它算進來 所以我也要回應議員的一個關心 事實上當時公債法的修改 我是提案人 那增加這六百年 百億到目前盧空剛剛陳議員講的 已經用掉了一半以上 那我們一定會很 就是重視這個還有舉債的空間 我也跟我們的財主單位都討論過 我們現在也開始在編列明年的預算 我一定不會去超過去年的 跟前幾年的一個舉債的數目 我會逐年的遞減 這一個舉債的數目 就是目前從一百九十萬九十億左右 那經過這一次 因為我們總是新人新政嘛 很多我們承諾的政見我們要編進來 那這樣短差十七億 剛剛我們的稅務局所編的那些項目 我也都很詳細問過他們 包括土地增值稅跟其他的稅收 要確保在去年的基礎上 已經有增加的方面 我們按照這個趨勢來編列 所以並沒有浮編 這一點也跟議會說的 好市長請說 我想擴充有時候不能夠只靠舉債 那麼既然這個很多同仁都在質疑說 違反了預算法七十九條的規定 那我想請教蔣處長跟我們林局長 到底有沒有違反 這個違反預算法七十九條 這大概我們在追加檢或編預算都會講 那麼既然他們敢送出來 真的有違反嗎 蔣處長有沒有 符不符合規定 你簡單說一下 謝謝陳議員 有關我們編列追加預算 有兩個依據 一個是預算法七十九條 另外一個是 一百零四年度 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 這是行政院頒布的 好 那這兩個 原則在辦理追加檢預算 謝謝 有沒有違反 市政府送出來的部分 市政府認為一定合法才會送出來 好 那麼其實我也仔細的看了一下 你現在送出來的追加檢預算 其實我發現這當中很多 都是跟我們民生 甚至也有一些延續性的 你說花博 怎麼走啊 東亞青運動會也編了四百多萬 那很重要的是有許多低收入戶弱勢團體的補助 甚至這個明年還有三百名的清潔隊員要擴充 還有給我們外勤消防人員的加班費 跟五百位一交的這些擴充的費用 那麼還有六十五歲裝甲牙 已經兩歲到五歲月了的期間 好 請坐 好 請坐 我們說我們的議會同仁 能夠來理性的來依法 來審查這一次 市府團隊 所送出來的這些追加檢預算 因為剛剛我們的總召也講到了 包括說我們的警察局的弟兄 這一次需要的這些經費 還有我們消防局的裝備 這都是來救命的 還有我們的環保局 有很多的這個經費也在這裡頭 還有我們的衛生局 也是需要我們要裝置假牙 我們要食安的問題的設備 這都是在這一次編列的這個範圍裡頭 我想這都是依法編列的 剛剛我們的蔣處長也講了 我們市府團隊所提出來的 絕對是依法的 包括說預算法的79條裡頭 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 至增加經費時 還有二 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還有第三 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 超過法定預算時 還有第四 依有關法律 捕列追加預算者 我想這都是在法律上面的一個規定 非常的清楚 希望說經過我們同仁 這麼理性的 在這些問政 希望說大家的意見都非常的好 我也希望說我們的林市長 對於我們所有議員的這些建議 那能夠聽進去 有一些這些小細節要注意 但是我聽下來 真的大家的同仁 都對我們的市府期待很高 希望說以後 這個編列預算的時候 盡量寬裂 剛才很多人在說 這醫生不夠 雞水育不夠 雞變一些 我也知道說 這巧富難為無米之吹 錢就這樣而已 所以說 真的說 要接出來也是很困難的 我也要問說 我們的財政局局長 我似乎有聽到說 到我們的這個團隊接任的時候 我們的負債有多少錢 台中市政府負債有多少 好議長 來 好 謝謝議長 謝謝 李議員 對於 對於整個債務 那麼當時我們報告的是 到出自報告是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 現在已經到四月份了 這個債務基本上都有在變動 那麼我要向各位來報告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七年度 我們的債務的部分 我們編列了兩百零二億 沒有啦 我們足行的結果 只有足行一百四十一億 所以這個地方 將近光子債務 我們縮減了七十幾億 好啦 還有其他的部分 就收入的增加 支出的減少 我們預估 明年度 我們擠債的空間 可以達到四百四十一 你就增加一百多億 你聽我的意思啦 謝謝 教長你注意聽一下 教長 在去年 那個我們的這個 胡志強市長的團隊 交給我們的市長林佳龍的時候 那時候負債是多少錢 多少啦 我想 負債有兩個市值 一個是實際擠債 一個是韓保留市 那麼財務計算 一定要算韓保的市 也就是說 已經我們列在預算裡面 要擠債的市值 當時我們算出來 台中市 從下個年度 只有三百二十一億 那麼已經 借了 均列到預算了 九百 這個六十三億 九六三一個三二億 所以 九六三就是 九百六十三億 就是已經借了 包括 包括 我們已經列預算 還沒借了 有九百六十三億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 九百六十三億就對了 剩下三百二十一億 還要扣掉三百二十一嗎 只有剩下三百二十一 好啦 你坐啦 你坐啦 我聽到武山 到底是多少 那數字很龐大 我們就來講 過期 前面我們都講說 要退回 要退回 都是我們在講的 今天也很奇怪 這個角色呼喚 所以本時還是覺得說 我們 來啦 我們預算審查 一定要依法啦 好不好 來 這個 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市政府 能夠行使職權 來 我們那個審查 預算 我們所有同仁 能夠 來審查 預算 不要說 退回 因為這個退回 以前都是我們在講的 那我不曉得說 為什麼我們依法編列 要退回 這也很奇怪 所以 希望說 我們的同仁 大家理性問政以外 都能夠來支持 我們來 這個 依法 來行使職權 我們來審查預算 所以我要建議 我們的主席 議長 一定要來 行使職權 請坐 好 請坐 好 再來換張大會 問政議員請發言 我想很感慨 做第十八年的議員 楊正宗議員跟他一樣 我每年就看在心理成功 每年都要違反 預算法第79條 沒有一次退成功 我看起來今天 如果國民黨 團有動員的話 大概就成功了 我想 討論預算還是要理性來談 林市長你是新人新政 背負著民意的期待 我在看 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的追加預算裡面 有哪一項 有哪一項 我在想啦 這也是我們選舉的時候 對選民也有說過 尤其是 社會福利 幼兒津貼 這些重要的政策 我想都在裡面 那剛才很多我們同仁質疑了很多 違反預算法的部分 我想剛才主席處長 有睡眠啊 財政局長 你們也覺得沒有違法 他們說有違法 你們說沒有違法 那如果真的違法 把你們送甘薩議這樣好不好 所以喔 我在想啦 每年我們在審預算 我想這個都有錄音錄影 大概不至於說 真的會違法會敢送 當然現在 這個外條這項 這個俗課不一樣 不過我感覺喔 再怎麼樣的思考 再怎麼樣的杯葛 都不要把這個 人民市民的福利 還是說應該有的市政的建設 把它放在另一邊 我想不應該用這樣子 政黨對立跟惡度 我聽聽的 我看今天 國民黨首次輪為這個在野黨 好像是有備而來啦 我說的我聽到兩點 一點就是說違反預算法 一點呢 就是說 我不是反對社會福利 是變太少要變得多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如果不要再留子孫 不要再借錢 是要怎麼變得多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想 像這個 已經好不容易喔 很多媽媽跟我講說 好不容易我們把 兩歲到六歲的一些空檔 把它補起來 總是台中市踏出了第一步 這也好事 這個裡面的預算 變了那麼多的追加 大部分都是經濟性的支出 跟社會福利 那這樣的支出 如果說 真的違反預算法 這樣 我們來送 來送檢察員 來送隊都沒關係 過去 我發楊議員也說幾次了 楊議員你媽媽真的拿回去 所以 最嚴重的議長 最嚴重最嚴重的 是說 由議長召開 政黨協調 到底是哪一條議長有問題 我們來討論 你都全都拿回去 又變出來 也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好 過去 胡市長十三年也講說 他的財政很穩健 都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 才換了四個月 要變成債留子孫 所以我也覺得 這個邏輯我也搞不懂 我也在議會 算主席也第五次了 所以 我認為 第一個 既然林市長是新的市長 上任四個月 當然就有責任來兌現 選舉政見 今天變成債留子孫 包括我所看到的 包括我們要擴編三百個 這個 環保局的清潔人力 這也很重要 很重要 還有獎金的問題 這個很重要 陸屏專案 這要賣到四個月 這六億 現在說以前都可以編 現在不可以編 六十五歲的英華族 才是要賣到四個月 因為胡市長任內 今年只編了一億七千多萬 不夠啊 所以要追加兩億一千萬 一定還不夠 但是我知道 李市長未來要編對不對 要繼續編嘛 台南高雄的經驗 不是一年就把它編完 也是分一個任期四年把它編完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我覺得 我們可以在各委員會的時候 大家理性來探討 如果說 在各委員會說 你這個 違反預算法 不行 你委員會 如果大家都給你稅後 來刪除 我想我們也尊重委員會的意見 大家可以來討論 如果現在都不討論 林市長一起來 大家有意見 那也是手生人 如果有一些問題 我們就跟妹妹說說的 檢討一下 改正 那也是要讓做啦 這樣 沒有這樣 這裡很多都是重大的 社會福利的津貼補助 重要的環保局 好 請坐 請坐 好 請坐 請坐 好 謝謝主席 我們市府同仁 大家辛苦 我心想是這樣 今天大家有人說要退 但是我覺得身為議員 我們大家的職權 大家要負起責任 如果說這份預算 追加預算的部分 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一項一項拿出來討論 現在市長也在這個地方 所有一級主管也在這個地方 哪裡可以改進 哪裡需要重編 或者是哪裡需要修正 這都是可以討論的 我覺得整份退回 是市議會最不負責任的動作 所以我反對主席 絕對不能整份退回 我們市議會的議員 大家要負起責任 今天這麼多人坐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一項一項拿出來講 整個阿波的時間市長 整個要讓我們這也是沒問題 對不對市長 你們坐在這裡 要讓我們心理是沒問題 市府也願意配合的狀況底下 我們一樣一樣來審 好 如果今天國民黨的議員同仁 你們覺得這一份需要退回 那請問一下 假牙的預算 你們是不是要表態說 你們不同意通過 是摸財 摸到的才有 不同意通過 要增加嘛 要增加嘛 好來 脫育的預算 你們應該應該要增加吧 大家要反對 對不對 所以很多需要支持的東西 我們就要把它支持嘛 你今天整份退回 會不會變成我們明年 再來執行 這個對台中市民來說 是不公平的啦 是不公平 所以主席 本席 拜託你啦 也跟大家協調一下 是不是可以 大家再協商一下 這份議員 不要去做退回的動作 所有的議員要負起責任 你們直接一句話 說這份預算不OK 所以要退回 不然這樣啦 一條一條大家來講嘛 一條沒合理 你們要說出一個道理啊 你們今天要對市民付出你嗎 怎麼可以整分你就都覺得沒道理 所以市民我相信你現在 是不是給你一個時間 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份預算對台中市 整個市政建設的重要性 是不是請大家 能夠讓這份預算 可以在今天能夠順利通過 市長麻煩你 感謝齁 陳議員 那我也是要誠懇的拜託 我們所有不分黨派的議員 能夠讓這一個追加減的預算 能夠進入一讀會 來進行實質的審查 那議員的把關 我們一定會尊重 不管是未來的刪減 或者是就是可以 因為在科目編列上 有一些要更正 或者是修改的地方 那確實啦 我衡量所有施政的一個承諾 那麼最後就是以這62億多 就是在去年已經編的基礎上 我們來做稅出的一個部分 那麼至於稅入的增加 也確實都問過財主單位 跟地方稅務局很詳細 那麼剛剛大家很關心 債留子孫這個部分 財政局長已經講了 其實我們現在的數字是去年的 所謂的原來的這個 舉債191加17 167億之後是207 事實上去年編了190億的舉債 我們經過檢討之後 我們會把它降到大概140幾億 也就是說這個節流的部分 就會增加了 不但不會使明年舉債的空間減少 明年舉債的空間還可以大大增加 但是我在這邊也表示 我們舉債的數目不會超過去年 191億 所以這是具體的承諾嘛 我們的舉債不會超過去年 胡志強市長所編的那個舉債的範圍 對不對 所以我們舉債的擴大的速度 其實是比胡志強更慢的嘛 一定會減緩這個速度 而且不是編了我們就一定要去舉債 以今年的數字 我跟那個林財政局長 經過非常詳細的研究 有一些項目我們已經認為 不應該就是執行的 好那個部分 至於剛剛大家問說 我們的為什麼稅 這個稅這個這個追檢的部分 因為有一些項目在進行中 比如臺灣塔 其實臺灣塔是逐年編列的 到目前為止編列到今年是3億多 那有些工程去年就執行了 那這個部分應該工程進行中有契約 我們不能夠停止 可是到明年 明年的 臺灣塔的預算的編列 我們就會根據我們的政策做調整 這就是負責任的做法 那以BRT來講 以這個藍線有40億左右 我們大概已經執行契約二十幾億 另外還有二十幾億 我們再符合那個科目 比如說他的土木相關的基電 相關的工程 我們會辦理驗收 所以我們也是要依法來行政 這個政府是延續的 有一些政策我們要調整 也必須要在這個程序上 那這個東西我想 我們一定會做最嚴格的把關 所以我希望說如果能夠逐條的來討論 哪一個項目 我們認為大家議員有意見 那我們可以來做修改 但是我還是拜託大家能夠全案 能夠進入到這個議會的審查 那我們會負起責任 好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謝謝主席 主席 主席 本市應該說一句 另外我說一句話很多 以前 上一屆 縣市合併的時候 市長 胡志強市長 是直接從小台中市長 成為大台中市長 他號稱是無縫接軌 而且呢每一次我們認為追加減預算有問題呢 都是他在他任期裡面 但是這一次呢 這一次是兩任市長的交接啊 是從胡志強換成林佳龍 那麼兩個董市長的交接 一定會有兩個意志上面的行使上的有一些不一樣 這一定是難免的 他由前一任的市長 到這一任的市長 有不同的想法要追加預算 這是理所當然 我們當然會覺得 喔 這預算追加的很多 我說實話 本市也覺得 哇六十幾億怎麼那麼多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大筆的預算追加 問題是 這是第一年嘛 預算去年就審過了 問題是一年審預算的時候市長是誰 胡志強 現在要追加預算的人是誰 林佳龍 那麼現在林佳龍市長 他這一次追加預算是因為他現在才剛當上市長嘛 那當上市長我們是不是可以要求說你今年這樣子追加預算的事情 明年不要發生就好了對不對市長 報告議長跟議員 事實上我的了解去年的市府追加預算啊是一百多億 我們這個不是破紀錄的 我了解市長 本席了解 但是本席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的狀況啊不要 惡性循環就是了啦 以前的狀況我們的預算 本預算一次編組就好了 本席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說而且我們來看啊 在我們這一次的追加預算裡面 他追加了很多我們前朝一直沒有辦法 做到的沒有沒有做的事情啊 不要說沒有做到應該是一直沒有做的事情 比如說三百名的清潔隊人員的編列 還有垃圾車的太舊換新的計劃 這個都是至少本席啊一直跟市政府建議 但是市政府沒有做的事情 還有我們有關於說 比如說河川區域排水這些 可能是因為預算使用不足 那也很多是基礎建設是需要一直運作下去的 為什麼因為基礎建設的運作良善 而且太舊基礎建設的一直的太舊換新 是讓外國觀光客或者是我們市民 在使用我們的生活便利上面是最重要的 我們補助再多的社會福利預算 都還是要回歸到我們最基礎的市政的建設裡面 我們市政建設不好動不動路就有動 我們就要國賠 我們市政建設不好動不動就有人走在路上 被偷被被就是被偷皮包騎機車就被搶皮包 這也不好被砸車窗也不好 在這樣子的狀況底下本席認為這一次的追加預算 一定要送交第一讀會送出去我們一筆一筆來審查 覺得不合理的我們來協商 我們覺得有道理的一定都要讓他過 裡面有太多為什麼大家都不拿出來講呢 大家只講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我們有一些覺得大家覺得 對我們地方有幫助的預算就都不拿出來檢討了 對地方有幫助的預算很多啊 我們可以一筆一筆拿出來討論嘛 是不是那些預算也要刪掉嗎 對地方有幫助的預算非常多啊 難道那些預算也全部要刪除 那麼對地方有幫助的預算是不是那些地方議員要先站出來講講話 把那些預算都拿出來一筆一筆先來自己檢討自己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 為什麼對整體大台中好的預算就拿出來罵 那對自己地方好的預算就不拿出來罵呢 我們應該是要先想想看 新舊市長交接 我們這樣子在第一次的時候 應該先支持我們的市政府 先把所有預算好好拿出來講 而且我們財政局長也說了 沒有違反預算法嘛 不然既然大家覺得有違反 全部送監察院嘛 送過了 讓今年的市政先空轉啊 到時候變成罪人的 到底是台中市政府還是台中市議會 所以主持主席一定要堅持下去啊 先把預算不能退回 一定要送出去謝謝 好請坐 那是台中市議員請問 主席 各位市政府的長官 還有議員同仁還有各位民主記者 實在是我們林蔣榮市長 當選以後 我想可能市民寄以厚望 您當然在您的競選當中提出來了 很多您的建設以及看法 可是您第一次來編列這個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您能照著預算法來做 照著您的政治擔當 還有您的政治責任來做 不要霍悉你 不要把一些東西 大家可以慶祭啦 大家可以慶祭啦 大家慶祭啦 說說就好 一開始就把這個觀念建立以後 對林市長未來您的市政 還有您所編列的預算 對未來台中市的財政 還有對我們市政府官員都有保障 尤其我是在非常的這個感覺 一點就是我非常有感覺 就是說林市長您在報紙上一直認為說 台中塔這個案子有很多檢查的空間 甚至您已經宣布說幾乎就是不要做了 我們要找替代方案 那沒錯 我也認同就是說 還有更好的方案 那我們台中市民寄予厚望 給你來做 看看你有什麼更好的想法 說不定你有更好的想法也不一定 所以台中市給你寄予厚望 那現在台灣塔的預算 您就把它追減掉 為什麼沒有送進來 這次追加減預算 你就可以把它送進來追減了 它一共八十幾億嘛 然後你算一算花掉三四億 那你可以追減到多少 多少錢啊 那為台中市省多少錢 然後您再去規劃你的案子 慢慢來做 為什麼 為什麼您從上任開始 到現在您都反對了台中塔 您沒有把它送追減預算進來 這一點我就覺得非常的不以為然 就是說 您已經把它停下來了 然後我看 我知道了 所有的協調會怎麼樣 這個建築市公司 顧問公司提出的方案 您都覺得不可行 我們應該要尋求一個新的案 好沒關係 我們通過預算是上面寫的是台中塔 水南金泡園區的台中塔 所以說您也不可能把這個錢 就直接拿去外面用 用在別的案子上面 因為通過預算的時候 這個名字已經寫在上面了 所以您照我們的預算程序 您就應該把它追減掉 所以這條是我覺得 您沒有把追減預算送進來 我覺得我反對 今天這一次的追減預算 一個非常重大的原因 第二就是我們BRT BRT我們已經絕對要把它停了 我要把它停了以後 我們BRT那麼多條 以前公司用過的預算 還有我們做了多少 然後又剩下多少沒執行 像基電設備 那未來可能就不用執行了 因為我要把它改工作就專用到了 基電設備我們就不用做了 那這些東西有沒有做結算呢 有沒有做結算呢 有沒有做評估以後 來送一個結算報告以後 我們再來做追減 結果你這個有一點草率 當然我知道你把它追減掉 這個是一個有責任的做法 就是說我真的不做了 我把它追減掉 可是您的做法還是有欠 還是有欠 就是有一些缺失 就是有一些缺失 我覺得應該要先把結算報告一起送來 讓我們覺得說真的 這個不符合基電效益 後來再花這些錢 已經沒有意義了 這些入選都應該都調整掉了 然後您有什麼想法替代方案 您再來做 我覺得這個才能真正符合一個有責任的市長 對市議會對我們達市民的一個交代 因為所有的這些通過的東西都是議會整體一起通過 我相信您在要您不想執行的時候 您也要好好的跟議會來交代 就是說為什麼不執行 而且不想執行的就直接把它追減掉 不要把錢就放在那兒不想要幹嘛 然後再來第三點 稅務真的有灌水之嫌 我們最近這個政府打房 政府要提出各項的打房策略 然後提高這個交易交易稅還有這個房地產持有稅等等 可以預測的所有的 所有的預測都是以後房地產交易會趨於冷淡 可是我們剛剛我們的地方稅務局長 所以認為說照他的推估 我們會增加多少錢 來補我們的稅務 那真的就是說 像李政議員說 好 時間到 請坐 請坐 時間到 誰打的報告 大家都是有意見 但是我 告訴蘇慶語議員 就十字了 好不 你們要告訴我 要開了幾點 好 請坐 好 要開就繼續了 鎮長老師也請我 感謝主席 我們市長 各位局長 我們各位議員的黨員 終於看到 大家議員 全體就議選了 用心要來了解 其實我相信我們台東市的市民 很多都記得說一個新的市政 新的市長 代表新的團隊 可以展現 台中市 未來不一樣的建設基礎 我相信 看到這個議選 追加六十幾億 其實尤其是還有一些這些 稅務 應該有的 這個收入 所以說 追加起來 應該算不多 因為 上年了 政務變的議選 七百幾億 裡面 當然這個新的市長 我相信 我相信 這是 全補市民 很大的 有幾百項 我們實質審查 我們每一個科技 到時候 這個業務執行的時候 我們就很明確 什麼樣的議選 政家 什麼樣的 這個 經驗 很清楚 這個授餘會 展現出來 我們希望說 每一個議員 如果在這個 業務審查的時候 這個議員 辭職來 做相關的 想知道 這是做一個 輔助他們的 這個議員 我們希望說 今天所變的 剛才我們所有的議員 當然說起來 都很有道理 但是這是 有的片面 我們像說 社會福利 其實 自我們三四年前 我們就要求市長 一定要 編列 老人的 但是我們 市長就一定不變 你看台南市長 我們賴清德 我們開始獎金 每年三億 做一次四年 縣市和平了 我們已經變十三億了 我們台東市 開始要用而已 今年 台東市 多變 兩億 我們也知道 像剛才李宗議員所說的 很多老人 是不夠 但是當初是 歐市長 調應議員 一直保養 四年前 沒有一個議員 來說 是不是 職員補助 讓我們的 台東市老人 可以真的來做 現在 我們不要再拿了 我們實質審查 不夠 每年都要追加 如果 針對到 劣勢說台灣塔 其實台灣塔 當初是 一百 年的時候 我們大家在標關 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得出來 台灣塔 要做什麼東西 我們就說不清楚 而且 經過兩三年 到現在所拿出來 去年的十二月八號 預算已經編列 膨脹到一百五十億 當然這個新的市長出來 感覺說 最重要的 無限上綱 而且我們當初是 過了八十億經費 是不得再追加 不得再 增列預算的台灣塔 我們如果看 副市長還沒卸任 受到市民最嚴苛的檢驗下台了 我們也知道一百五十億 我們不能像這樣子 無限上綱 市長 有一個新的措施 一個新的想法 我們要專力支持 我相信 這是接受市民最好的檢驗 市長 一百零三年是四十六億啦 一百零二年是一百二十億 一百零一年是三十七億 所以大概 平均差不多也是 一個年度大概有半追加 預算大概六十多億啦 這個是比較常態性 另外我要跟大家講 很關心的一個部分 我也今天早上 特別統計一個數字 我們應執行 未執行的一些工程建設 大概累計有兩百多億 那這部分我正在進行通盤的檢討 有一些啊 確實啊 應該刪除的 沒有必要的工程 我們會在下半年 會期當中來提出 那因為這個裡面都涉及到它的年度預算 那我們不希望未來轉嫁到明年 不但降低我們的執行率 而且就是說 這個應執行未執行的這一些 造成很多財政上的一些負擔 那另外我想就是說 整個 呃台中市的這個 剛剛議員都很關心 包括剛剛 曾議員講的台灣塔這個案子 他這個案子是一次性的計畫 合定之後 呃就是你們議會有一個決議 我們會在這個情況之下 假設未來要調整 還是以台灣塔 這一個科目之下 我們一定要遵行這個預算的程序 好謝謝市長 那麼包括BRT也是如此 好謝謝來 所以並沒有剛剛大家講的就是說 所謂我們追檢 應追檢未追檢 因為還要到那個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提出 整個計畫變更跟追檢 的一個數字 好 那個是在 後續的這個 一個行政程序下來辦理 謝謝 好請坐 奚 喔 阿 主持,我們市長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大家晚安 今天我們兩黨都在這裡 請免客來討論這個議選 在這裡我們要了解 沒有錢是做沒有工作 我相信我們大家可以去思考說 這處因為政黨的論題 我們不管過去,或所有的通過預算要進行的工作 還是新的市長,新市長上任之後 他有一些他的目標要去做的 我想,幫你這一次的追加減預算 是絕對必要的,這個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要替我們市政府 實在跟議員,跟議員,總共議員 完全沒有東西,完全沒有貼 追加減預算的部分 大家來做一個重溫的討論和談論 今天,其實大家在這裡去拚這本 我們來的議員,好幾個議員都已經提出 這就是現在的一本假銷 大家為了這個假銷,在這裡賺到要是要挖 為什麼講假賬,剛剛有好多議員都講的 稅入失列啦,碰水嘛 你的稅入絕對沒辦法達到 你今天因為你的支出,必須要支出到六十二億 你的舉債,受到限制 你來碰稅率,要讓大家在這裡 你這樣喔,為了這個一讀,甘苦解決 今天你假如真正的,如實編列預算 我再一次的強調 一個新的市長起來 沒有一個國家檢驗的預算 他要怎麼來改變我們人民的希望 基本的需要 所以今天啊 但這個最佳,絕對重要 但是是你自己起這個團隊 算過了啊 所以我在這裡跟林家榮,林市長啊 特別的一個 忠告 不要跟議員一樣,總共不存在 變一個議員,你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今天 全數就才退回 因為 對我們地方需要預算家的市民家的鄉親 我們要怎麼交代 今天我們要讓他們通過 一種的 一本假消 我們在這裡沒有意見 我們有善進到我們議員的職責嗎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這個 對加減預算 絕對需要 我們就負負我們的審查 審查的 預算的我們自己的職責 我們有辦法 該虛偵的 虛偵的稅入 就砍掉 我們不應該支出的 我們就砍掉 大家來拚 我們大家做議員 大家來拚 我們劃他 沒合理的預算 全部一條一條 把它 挑出來 我們就來刪除預算 我們真正發揮 我們議會的功能 我們身為議員的職責 而不是在這邊 全面的退回 全面的納入 所以我在這裡把主席建議 一個民主的預算 追加演預算 一度 應該要拿進來 我們的職責 是在我們各分組審查 在我們聯席審查 在我們二圖會的時候 我們大家好好來 把這本大小 這本大小 好好的來把它挑出來 來把它處理 這樣才可以建議起 我們台中市議會 我們全體議員 對我們職責的所在 所以我在這裡如果期待 我們市政府啊 我們的團隊 可以好好來說明 變的預算 來做補充 新的市長 像你們 你有很多方向 想要改變 你也必須要做一個說明 過去胡志強 經過議會統一的預算 你已經發生前責的 你又不想去執行 是不是要辦理結算 是不是要 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應該要給議會一個交代 還沒有發生全責的 就像剛才市長在說的 預算給你們啊 議會統過了 全責還沒有發生的 能追檢要追檢 全責已經發生了 該辦結算要辦結算 人家有騙人嘛 你就化外組就外組 化要做就要做的東西 要很明確 不要大家互動在這裡 所以還是建議 該辦追加就辦追加 該辦追檢就辦追檢 已經發生全責的 該辦結算 因為 不開條就絞褲嘛 絞褲你容得更變啊 何必在這裡 議會要給你做什麼 你要拿出產 當然大家如果在這裡 拉不開 所以我在這裡 請問我們市政府團隊 尊重議會 對預算的編類 一定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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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席 感謝主席 剛才這個 鄧議員說的 我想 我也稍微有動感 在這裡 要跟這個 水務局局長 在主定 就是說 你的稅入 是一個很重要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 收入那麼多 我沒有希望我們每年的時候 今年就好 為了要增加你的稅入 很多民眾 看你們說 阿議員議員 你們 稅務局還在吵架 第幾個稅倒一年 不叫 第幾個稅又倒一年 不叫 親就賬 那這樣就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就本末倒置了 你的稅入 就是真的 你確實沒有收到的 議案就好了 你不要為了要增加你的稅益 就開始穿股銷 就對了 做得夠嗎 算是非常實在 而且我們絕對不會 為了這個 增加稅入 而去加強去查稅 你打包票就好了 我打包票 稅入就要收入那麼多 你請坐 市長 這要比較辛苦過 現在過了 你如果百多年可以吃中途 再來民政局長 我跟你說 你不要讓我笑 你看看大家都穿得很清楚 穿西米洞 穿西中 你穿的五元 六十六才 紀會電廠 你也把我們尊重一下 小五元穿個白襯衫一下 對不對 給你們 我問你 你站起來 我跟你說 台中市的老人 六十五歲以上 現在幾個人 我希望說 沒辦法幫你搭出來 我是不是可以書面資料 幫你搭什麼 那你也好啊 你怎麼坐下來 你怎麼做假 六十五歲老人 差不多 你怎麼吃的你變假 我現在說是說 人數的部分 開始的資料 我沒有辦法 現在水流 大概13%做油 要問多少 要問哪一個科士 15萬人 六十五歲的老人 台中市現在都做幾個 大概25萬人做油 大概25萬人做油 你趴一下 我稍等給你資料 這個 坐下來 坐下來 十通趴 還有那個 衛生局局長 來啦 衛生局局長 來來來來來 我先問你而已 那個 幾個啦 衛生局局長幾個 議長 相議員報告 二十六萬七千 二十六萬七千 那一個人 等一下 一個人獎牙補助多少錢 平均四萬 四萬嘛 我可以算過嘛 你編了兩億 一千五百六十萬 只不過 這個杯水車薪嘛 才能夠補助五千三百九十一個人而已嘛 不夠嘛齁 當然我知道 你不可能一次變得厚啦 明年也會變啦 齁 我說 今天 你要再起床百日有感 待會兒給他一些 台積 來做一些 有所作為嘛 這是 我們之前沒有做的 現在要做的 我知道你現在 每年都要變下去啦 而且今天才五千多個而已嘛 也是要編啦 還有很多一些社會福利的 包括 這個 單親家庭的補助的 這都是社會福利的 我相信都必須要 來做的 我相信 應該不應該啦齁 全面來退肥啦 退肥退這樣的預算啦齁 那今天 如果有 單方面的 比如說教育局這邊 營養 營養午餐這個要提升備用的 沒有送上來的 還沒執行嘛 教育局長執行了沒有 要不要嘛 要不要趕快補證嘛 還沒有補證嘛 趕快補證上來嘛 這個 我用基金的以耳是符合 預算法八十八條的規定啦 還有附屬單位 是符合的 你叫正常補 身上來嘛 坐上來就好了嘛 對不對 要沒了嘛 所以這根本退回沒有 是兩回事情嘛 我相信是 不需要退回啦齁 因為很多 今天這裡有很多 都是關於我們民生用 包括橋樑問題啦齁 包括這個 陸品磚問題啦 人性道改善的問題 這都關於我們 老百姓的那個 生活必須要的問題 尤其什麼 因為黎山地區有 廢機有處理有 那些都 幾十千鈍都在那 歐治庁時代到現在都沒有清 到現在 你是不是要做交代我問你啦 我們的國民黨的總召 楊議員啦 那個黎山還要幾十千鈍 那根本書沒有清出來啦 這怎麼沒有變 沒有變 告訴你黎山要找聖書 我說 拜託一下啦 不要這樣啦 拜託一下啦 好啦 對不對 因為這個人這樣說 歐治庁時代就要拿了 拿到現在齁 人家說知道 所以說 這個東西我應該都是 關於我們的民生問題啦 我希望說 市長我相信你啦 節了我覺得你 有辦法做代我 開圓一定還是要開圓的啦 這樣子才能夠我們的這個整個 好請說 蘇晉智 蘇晉喜歡 市長 市長 各位大家好 那麼本書在這裡 是 認真啦 那麼是要正式 來這個選這個議選 依法啦 來選什麼議選 那麼當然啦 這個議選法 大家都很知道嘛 是要搞定 大家都會最知道 這個議選法 也很明顯 說 依法律增加業務 這個需要 那麼這個增加的經費啦 依法律 這個增設新機關啦 那麼 所辦這個事業 因重大事故 頂頂啊 我想 當然啦 這個 很多事情 都是需要的 剛才 議員在說 我當時在說 這個消費 消費議選 消費議選 本來就要了 今天 辦這個地下減議選 非常需要 但是呢 需要部分 你也是要合法 要合到這個 稍微搞掉 所以 其實在說 就是說 像說 你的 脫育的 一條龍 這個議選 變不夠 我們就要多變嘛 像說 剛才在說 吃的 剛才法議員在說 問說 我們 台東市的 六十五歲以上的 會在民政局長都不知道 我是建議說 法議員 你如果要先討好事啦 不然你如果要給房子 順便你派給房子 好 那麼 這不是說退的不退的 那是條政 那麼另外呢 很多大 大 這個 計算 在 以前議會通過 那麼 全條 是有所送過來 那麼 議會通過 議會通過 這個百事有感 我是覺得說 天空市長 把天空的事情 聽太多了 四號道路 那個聖和圈 東市 豐原 聖和圈道路 你也聽下去 這個議員是要我們去處理 這個議員去處理 對吧 對吧 你吃要 既邊 你把邊的嘛 一直給你支持嘛 這小孩好人本來就來嘛 小孩好人兩塊 一個是小孩的 我們照顧小孩 這也不簡單 第二點照顧老大人 老大人最重要的 水氣很重要的 這正高嘛 你把邊下去嘛 你把邊下去嘛 對吧 你 台灣大你要減 你怎麼送進去 你沒有送進去 你扶好 你說什麼 七十九 他選法 他選法 所以我希望說 你選辦對減再辦對家 選辦對減再辦對家 這是合理的 但是你今天 我只給你看看 不是這樣 你就藍藍作為 出出作為 很多 全部是給你給我 像說修行的工廠來業 在做頂尾那邊用掉去 大家在 地方這個還沒錢 這哪有這樣去處理的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所以 像這 你有這個需要 一角變成這樣 你本來選的時候就變成這樣 你怎麼可以說這樣來處理 對 地方 修行建設 對地方非常重要 那麼 台灣大 我了解 八十億 是七五三個來 議會 黨議 另外你們說 政家一百五十五個 一百 到一百五十億 明天有報告 有報道 在 十二月二十二 有報 政調的 這個 心宅委員就退回了 他們哪有差哪一百五十億 沒有嘛 所以這個事情要說清楚嘛 你用一塔變兩塔 哪有這個事情 明天你要拐拐明天啊 明天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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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 所以就退回去了 照本預算八十億通過了 對 所以我們 在處理事情 不能含糊 也不能誤導 誤導給民眾說 誤 一塔變兩塔 怎麼可以 本身也不慶 所以議選不然捏下去 那麼這點來說 我是希望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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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他當政民法 來處理 另外這個四五千四五大陸 這個議選 要怎麼處理 市長你先 你先說一下 簡單 要怎麼處理 現在他發包的是一標啦 那標暫時停工 就是等我們的環評會 討論了 應該我們建設局長跟環保局長說五月嘛 就是決定說 他現在因為書院市政府輸嘛 輸了 我們就是要根據這個東西 要重啟這個環評的程序 這點我們就是依法行政 我也是希望說儘快補證啦 程序之後 我們就是可以加速來推動 這點我相信議員啦 過來為我們這個 選區的議員都是一直的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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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波希書議員是法院 感謝 我們的台北主席 林議長 我們的市長 我們所有議員出貫 我們議員同仁齁 大家好 相對這次我們在加減醫生 這次我們聽起來會多少 我們的議員 疑慮重重 相對我們這次裡面 所有看到的 當然 我覺得我們林市長團隊 都還合在 胡志強的陰影 太重 既然 都已經 100天 一些事情 應該做的 在電影優利的 都要去做 一些 不應該做的 應該議員要感讀 好 因為我最近 在台北之前 很多人跟我說 聽說議員都跟林市長說好了 意思就是說 讓林市長摸頭了 莫名其妙 我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情 我分析起來 第一點 議會對林市長太好了 一直給你機會去發揮 第二點 林市長的團隊 一直 對議會 覺得 就是 你的附屬單位 我要讓林市長團隊一個關聯 我們理會 是黨主委 黨主委 就是我們的民主黨 副黨主黨 就是我們的政府議長 所有的議員都是黨主 陳其妙 你是總經理而已 大義正主 你是百姓的 你來做事情 所以說今天 很多 工作人員 理會 一定 有這個庇護 而且有這個責任 還有這個 感動 所以說 這次的議順 我看起來 很多 甚至 尤其 有我們 一些 這個 個局所 拿出來 這都是不需要 在這次 整個 今天 我還有看到 像我們這次 林市長很壯士的 營養午餐 營養午餐 在我 真關心的一件事 我一直看在北冠市 在我們的國中小 都一直 有免費營養午餐 可以享用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想 你是台中市 是直轄市 人生的市 都有辦法做 是怎樣 我們台中市 沒辦法做 應該 你這項 我真認同 變成這樣 一定不夠 台中市 一定要 國中小禪 幼稚園 這都要勉費 這我希望 我給它添加 今天 我給你看 我們來 尤其檢 我們這次 會捷運 這個捷運 這次 會發生 當然 在中節事件的時候 我們一個 中 對四季的 就是我們代理人 掛在我們附近而已 他們的家庭 非常自信 這個小孩 集團了 不幾天 這又發生 這個事情 在我們台中市政府 今天在處理的台頭 既然 給他們吃的 事外吃 真不滿意 所以說 我也很放心 今天 我們台中市政府 我們是入住 他的住 就是出錢的單位 今天就是因為 我們的台中市政府 我們沒有純熟的技術 這個委託北傑 所以說 我們一定不用擠下這件 所有的這件 我們一定要先趕起來 今天要怎麼處理善後 這是非常重要 而且 這個感光 我是認為 既然我們團隊決定是感光的話 其實也沒關係 2018年 在完工也沒關係 因為 高工要有高工的補儀 所有的製造 我們要怎麼做交通的管制 跟這個處理善後 周遭的一些安全問題 這就是我們台中市政府 我們的交通局 跟我們這個建設局 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說 今天 今天 林市長 我很誠懇的 來 建議你 這個預算 我是認為 請坐 感謝主席 各位董人 市長 各位主管 各位媒體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可能 大家都疲勞了 所以 我在想 市長 跟所有的主管 我們都要 請我們的提示 說 議會 是一個感動的機構 每一個議員都有 執言 要來替我們老百姓 來感動我們市政府的事情 所以 今天 我剛才在這裡 只聽了26個議員說過 代替 一個結論 就是說 每一個議員都是要 為到我們的老百姓 來 勘進 荷包 但是 我要先來表達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因為這個 對加減議員 五、六十條裡面 這六十幾億 我們應當時 要讓一度通過 然後 我們這三級來 收拾 未來 我們可以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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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討論 來減透 我記得 過去 歐治宮市長 這四年來 也是很多 在那邊的議員的過程 這些議員也都有意見 也有人甚至說 贊成要退回議員 但是到最後 大家都是政府說 那不是副責任的態度 到最後 也是都政業一、二、三、三、三 所以 我在這裡 我現在 對議員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 今天他大家討論什麼 我們趕快讓他 他討論過 然後在 收拾裡面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身材 一些 如果家事 有社事 不適合你的 改善就改善 改善 改善過 我們就要 我記得 有很多 有很多 小的 福利的工作 我們是沒有辦法等 我們今天 如果退回 後來如果沒有過 未來 這些老人 這些孩子 有一個 要等 全家出家的人 甚至說 一些建設 後來要收你道路 救援 因為醫生 沒有通過 所以 沒有辦法做 這樣 誰要來負責 最後 我們機會 也是 有這件要來負責 所以 我 最實的了解起來 我們 去年 黑智庸市長的時候 變 一個 這個 這個 說實在 民進黨的黨團 在過去四年 每一年就要求 市長要變立 這個全家出家 但是一直都不變 一直到要選舉 這年 這變這個億劃 我們這個醫生 通過之後 有些 百零四年的 家衛生 開始申請 各位知道嗎 三個七七 這個 億劃就是 已經 都申請完了 現在已經有 將近那兩千人 老了 我們的市長要全家出家 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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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出家 所以我們是不是 要趕緊 來上來一堂 來本座 深測 我們來金錢 深測 學過之後 改動 要有的社會好理 我們要快來做 這樣才是一個 負責他們的態度 來拖一條龍 兩歲到五歲 這個 一二至五歲前的這個 就讀公司 立幼兒園 這個教育補助 跟弱勢家庭 育兒今天 這也都很了不起啊 所以 包括 我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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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al 去 41 7 都 我們 成都 回 這 就 這 就是 運動 health � 蘊 нрав 下去 祝 免 早 去 是啊 市長原生沒辦法寄那麼多數字 財政局長你們也運動要快來拿出 過去五字共四代 馬上問到馬上資料送去市長那裡 你們局長齁這些都要留得變得比較厚 要比較認真 如果算算來這裡是要做完結 不是要在那裡 好,所以請坐來,很容易的一塊 好,謝謝主席 今天啦,我們在心這個堆加議選齁 也是這次的第一次的堆加議選 作為一個新的市長,新的這個領地的建立齁 市長是有這個管理來行輸 這個堆加議選,來做一個政理 堆加議會來通過,這是有必要 所以啦,也因為這樣,這個嚴肅性 我們一定要來尊重來尊重 今天再來,看到市政府團隊 大家都西裝隔離 我們議會看起來好像 我們這個山子有請世宗 剛才他也把它撐起來了 他也請世宗來,很嚴肅 但是啊,雖然說要嚴肅 市長啊,不用太緊張 剛才我們這麼漂亮的吳昌華 這樣跟你說,你要有笑容 這屬性的,比較笑容的吳 有當時吳,拳頭不打少年人 這楊正宗,這個我看十多年了 看到沒看了啦 他的背吳,背摸背啦 他到外面也是讓你過啦 所以吳,你就比較笑 你不要說他在講話的時候 就這樣後悔,跟他賠優 張揚、吳爪、對峙 那吳,沒必要 我都如果議會最難看的 河邊像 我跟你說 但是吳,我豬皮 我這個 苦口婆心 很豬皮的吳 到外面,如果有利我也是都給 歐子宮過了 沒有利我們就把它撐住 對不對 所以吳,你不用那麼緊張 你就好好跟他們應對就好 尤其是,我看過你 通編的這個 對加預算吳 的說明,真相識啊 你要用林賢親就對了啦 我知道吳,以前吳 台中七都沒有這個負責啦 我坦白說吳 負責是讓中央看的啦 那錢在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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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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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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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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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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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給大家的稅名,給專家公司的市民 稅名 尤其是,像,稅出 喔,稅入 其實,我們在這個,林市會 這次,這個,成立了喔 中央的通過稅入的 地價稅和幫關稅 都要增加啊 那個法定要增加 不是你去那邊增加的 你這個稅入,你裡面 你也去增加這個,這個,這個 稅入,這個,收入二十八億了 這是中央喔,主言 啊,我們議會當然也有通過啦 因為沒辦法,沒通過也不行啦 所以啦,像這個都要好好稅名 所以啦,像這個 變得更有意思的,我們 不用怕,都不需要怕 啊,雖然說,啊,稅出 跟稅入,啊,這個,短差 十七億,但是,實際上 這,變這個 經費,我看法也很平衡啊 經驗,啊,這個,支出 啊,跟人文,社會關法的 比率,數五五五五五,很合理的啊 很合理的啊,數五五五五啊 好啦,你如果說沒了米,來 我一條一條跟你檢討 你像黃新衛,楊振宗,主委 你們,你們的豬股球,你們要做嗎 不要做,豬股啊,豬股啊,豬股球啊 南吳,對,三吳,南吳 對,三億,九千幾萬 那齁,大水來的,你如果沒做 啊,叫老的,算你們三億 笑,對不對 不要做喔,好 啊,豬股球牛,小型工程 六億,好幹 沒有,大家都不要,沒有 沒有啦,我好幹是好的啊,好幹啊 你們要好好的幹啊 齁,所以啊,就是 欸,不然你就都不要 不要做,對吧 你說,路沒爬你就不要去做 對嗎,黃毅臨你也要不要他記得 現在如果有在反對,你都記得 你叫我不要通過了 所以喔,再來喔 喔,欸,幼兒 啊,這個澳洲六歲 七千兩百六十二萬 啊,這跟五三不對,也對啊 一條龍,一條龍啊 對喔,啊,再來 六十五歲,銀華豬兩億 一千五百萬,啊,這個做 做水器,好好的,只要把 定義做水器的多少 只要我來用就不夠了 所以喔,所以喔 這都要這名,要通過 齁,我希望大家 往後看他那一聲咧 歐過去,我也要跟你們說退回啦 啊,不是你 我們這個政府啦 就歐治雄那些政府 啊,我們也是跟他說要退回 也是退不了 欸,因為 的時候人家改歲後就有利 有利,我們就放過嘛 就這樣而已啊 齁,最後喔,來來 我來問這個衛生局 這個聽說喔 五十港還是五十年 四季茶 春茶 欸,聽說喔 這個有雞茶,你們有印茶 然後隱秘這個飼料 到底有這個事情有沒有 有發生問題 啊指見有指見 有問題有沒有 來來來 主席聽我講一下 來議長 有啦 何議員報告 我們這是四月初的 四月初的例行報告 例行抽查 例行抽查 時間到了請坐 請坐 請坐 這次都是一月請回 大家好 我想今天議程來到第四 財主報告一百零四年度台中 第一次追加選預算編制行刑 一讀費啦 我支持 依法審查啦 我也支持 嚴格審查啦 我相信這部分政黨的標準應該都一樣 今天這個南主角 聽來聽去 大家都說 預算法第七十九條 我非常認真去把這本找出來 他都會有其他議員黏過 我認真說起來 法律的改稅 大家不一定那標準 但是第七十 大家都用七十九條 來要把這個預算退回 我覺得這不太合理啦 這個不太合理啦 如果要說 依法辦理啦 我再去找了一下我們議事會 開會的規則 在讀會裡面 一讀會二讀會三讀會 議長 這就寫得這麼清楚啊 這第三六條 一讀會 議案於宣讀名稱標題之後 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嘛 那二讀會呢 二讀會他是這樣寫嘛 應將議案主條朗讀提付討論 就原案子委員會審查意見廣泛討論 這是議事規則嘛 一讀會 我們根本就不用討論到那一條一條 這樣啦 當然其他議員要拿出意見 這當然要標示尊重啦 所以說其實今天我們是 報告編制情形只是一個一讀會 一讀會 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照理說 照理說 今天是把這個議員說這個案 要送委員會要不要副委而已啦 詳細細部的討論應該交由委員會 跟二讀會來才對啦 那麼我檢驗齁 我叫財政局經理主料齁 四年來齁 過去四年包括我今年齁 我跟大家念一下齁 這個齁 過去追加減預算齁齁 一百年齁 他的稅初的追加是差不多二十四億 總共二十五億啦 那麼在一百年的時候齁 他因為要辦這個追加減預算齁 他要多少奢借收入 七億啦 一百空一年的時候辦兩次追加減 加起來啦 追加減差不多三十八億啦 那麽在這三十八億裡面 他要有多少奢借收入 差不多十二億多 差不多十二億左右啦齁 上十四億我這裡有啦 但是我用 我用個位數來說 大家聽得清楚啦 在一百零二 一百零二年齁 他的追加減多少 一百二十億呢 他一百二十億裡面 奢借收入要多少 八十八億耶 八十八億耶 一百空三年 九年啦 追加減預算多少 四十六億啦 他的奢借收入多少 要十九億耶 要十九億耶 那我們今年現在 台中市政府送出來的資料是多少 大概追加減六十二億啦 奢借收入多少 十七億啦 你如果用這個所謂來講 我們大家看看過去 胡志強市長四年的過去裡面 這些追加減算 我甚至在調查了 大概有兩次三次 一塊錢不三 就讓台中市政府 這樣子預算這樣過了啊 那我們現在的標準 到底是在哪裡 一個新的政府 現在這些都是 去年胡市長所編列的預算 追加減預算 你光說六十二億 跟過去四年比起來 也不是最多啊 你說這 剛才有 之前也有議員提到 說這偉愛 十二借收入 光這十二借收入 還在今年是 十七億 也比去年的十九億 也比前年的八十八億還少啊 Why not 我還是要回歸到 今天的議程 今天是一個 編列報告 各位一讀會 議長 各位我們議會的同仁 我們應該回歸到 回來這個一讀會的精神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 就個別的討論太過詳細 這個應該在委員會 跟二讀會的時候 才詳細來討論 所以我們主張 今天應該就要把這個一讀會通過 趕快交給委員會來做實質審查 有些人你說 那些人不給你 那些人不給你 不給你殺出來 大家都會支持啦 我們支持合法審查預算 但是不能用七十九條 擴大解釋 要退回這個預算 我們支持嚴格審查 每一塊錢 每一塊人品的納稅錢 所以不能在一讀會裡面就退回 我們應該要交付委員會 交付二讀會 我們做實際上做非常嚴謹 百分之一百嚴謹的一個詳細的審查 所以議長 我再在這裡主張 按照一些議事規則 今天應該是要一讀會副委 應該要一讀會副委 來做上誓的討論 這樣才是合理的 這樣才是合理的啦 議長 鄭文貴議員是歡迎 感謝 議長 經過大家這麼廣泛的討論 不管是剛才大家說到 那些新聞局說要賣相機 那是中央來補助的啦 也有人問財政局 說財政局到底這是合法沒有啦 那我們暫政局長 也很明確說 違法案件什麼 包括我們的主席 處長也這樣說 所以合法性 相信大家是沒有問題啦 再來說重要性 不管是這個 吃餘也好 或是剛才說的 義肖 義膠 包括這個陸品 微橋 頂頂 包括這個社府的預算 這不是重要 還有立即的必要 還有這個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我也相信說 這個預算 我們要快點來把他審查 這對 我聽來聽去齁 剛才很多說要退回的人 他們也不是說 內容有意見 他們是覺得說 如果有違法的義力 當然要退回 但是 事實上 我們的專業 會跟我們說沒有嘛 如果說到這個重要的 大家說 像吃餘兩月外 大家是陷生就 所以我覺得齁 我們的 市府團隊 為了不對齁 是這個 對家中央的 送生就 這還要改進 中央就要改變一組了 所以我在這裡齁 來建議說 今天齁 延續剛才我們 我們說的 依法 來送審查會 然後 來進入二讀 我們所有的 議會同仁來行使職權 來審查 預算 這個預算 來通過 之後再來 感動這項 來請 我們所有議員 來支持 我們的市長 我看 對這個預算的 內容有很多 這我剛才說的齁 是這樣 大家都希望更多啦 但是我們先求有 再求好啦 就是我們目前 有多少錢 做多少的事情 我們可以借的 齁 我們這次送出來 六十幾億 來借這個 七億 我相信說 這是一個 補修的素餘 所以大家對這個 相關的預算 需求更加提高 我們先求有 再求好 後面如果 經過的議會動員 來建議的齁 我們可以做的 社會福利也好 還是安全的問題也好 我們盡量 來把他勉強 來跟議會 我相信說 這個議會 所有的動員 也會來支持齁 所以我再重申 這個立場齁 既然合法 既然重要 既然安全 大家覺得 錢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來讓他通過 讓他進入審查 我們再來監督他執行 我們的市府團隊這項 到底是有效率齁 有沒有 沒有發在刀口上齁 這是我這個意見 我們的 和民成議員 拜託我再問一個問題 衛生局長跟那個齁 你在跟他報告 有幾件 我們的和民成議員齁 要請你跟他報告幾件 我會 那個人說就好 所以沒關係 這大家拜託 我是希望說 今天 我們討論到這裡 大部分的議員都說過了 當然要不發言的議員 一定也要讓他說 是不是這個大部分 都有議就第二輪了 第一輪 第一輪說完的時候 請主席 來採集我們來這個依法 來把他進入 這個審查會跟他一堂 謝謝 這樣啦 再跟蔡海靈主要議員 好不好 別再說 因為一番地集 好不好 蔡海靈主要議員 謝謝主席 我是第一次發言 我想市長 在剛剛你的備詢過程當中 我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那我在這邊 雖然說 我們當了這麼多年 終於當到了所謂的執政黨 但是我必須告訴市長你 我們的執政團隊 你的這些幕僚 我認為還不夠強 還需要再加油 當大家在問市長的時候 我們的幕僚團隊 甚至我們的一級主管 不能夠展現所謂的事不關己啊 議員都調得到這些資料 為什麼沒有把這些資料拿給市長呢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在座的一級主管 這一次的追加預算當中 有追加預算的人請舉手 有追加預算的單位請舉手 幾乎都有對不對 幾乎都有 但是我們事前對議會對議員的溝通呢 對議會對議員的說明呢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坦白說 這個是我們要加油的地方 我剛剛在議會上看 我不要說哪一個 還有甚至還有在挖鼻孔的 有的想打瞌睡的 有的一直在滑手機的 有的事不關起的市長 我要跟你說你的團隊真的要再加油 不可以幫你一個人在那高招 這個人就在這樣 抓著抓著這樣 蜂蜂 然後問到什麼資料 問到什麼資料 是要趕快把資料給市長啊 不然要這些幕僚要做什麼 市長 我今天這個 我真的講得很白 我也不會說因為我們是執政黨 這些是我們該講的 我們支持預算要嚴格監督審查 這個是身為議員 原本的職責 不管你是不是在也不管你是不是執政 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但是我們也覺得 看看過去看看現在 在過去胡志強市長的時代 包括他100年度到104年度 他的稅出預算追加預算 有24億、38億、120億、46億到我們104年度的62億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資料給議會 讓議會去充分了解說 啊不是我改條多塊 所以我對改議算和提出這麼多 不是這樣 我們應該讓議會充分去了解 在之前我們對議會 我們對預算審查的態度 甚至我們的社稅收入在104年度也不是最高的 我認為我們的幕僚 至少我們的一級單位要做到這樣子吧 市長 這是我們要加油的地方 要讓議會把關 因為議會要替人民把關 所謂的荷包跟血汗錢 但是我們的一級主管 你們的態度絕對不能夠吊啷 不要一副事不管起的樣子 問個數字什麼都不知道 啊你都不知道那誰知道 我真的必須今天在這邊講 我覺得接下來現在只是一個 追加預算的會 到年底 年底要審查 那個明年度預算 105年度的預算時候 我替你們很緊張 我看到這種態度 我真的 我真的擦在等 各位局長 拜託一下 上警發條吧 上警發條吧 市長需要你們 台中市民也需要你們 拜託你們的態度上警發條吧 不要有的打瞌睡 有的挖鼻孔好不好 拜託大家上警發條吧 該監督的 該替人民說話的 這個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議員 不分藍綠 大家一定都是會為民眾發聲 我們的局處是應該要去跟我們人民溝通 跟我們的議會溝通說 我們所提出來的追加預算 假牙方面很重要 所以我們需要追加預算 把這一方面做得更好 預言方面也很重要 我們有很多 縮鐵在哪裡 縮鐵在哪裡 溝通在哪裡 怎麼會今天財道議會被人家修理的這麼慘呢 各位一級主管 請你們醒醒吧 我們現在已經是執政 不再是在野 我們要醒醒了 拜託一下 不要讓市長比較好做 大家要醒醒吧 年底的預算 台中市的重大建設 還需要大家跟議會的支持 拜託大家上警發條 不要再為難市長了 好 謝謝 兩方面的討論 蔡議員蔡海的議員 講的就實在了 真的了 對這些對錯 對這些對錯錯錯了 對這些對錯錯錯了 真的他們 那麼社會的議員 真的 主管 真的要直接用什麼 直接用什麼 連他們的溝通都沒有 那大家都已經聽完了 我肯定感到 他們都是要交付 背後的路心 哪 不是 我跟你說 你請坐 請坐一下 請坐一下 來來來 請坐 楊總議員 議長 市長 我想 我們台中市政府 各位首長 國民黨團 從來沒有反對你們追加預算 但是國民黨團 絕對反對什麼 違法的預算 違法的預算 97條 你們自己去看 你們自己去看 你有沒有編 旅費 有沒有編 這個 拆旅費 吃飯的錢 有没有 这个跟97条不符啊 这个 国民党团从来没有反 反对这一个 杨议员请坐 国民党认为不够 不够要重新增加 请坐 其实应付民众的需求 第三个 大宗司议会不是市政府的意识局 好啦好啦请坐 好啦好 大宗司议会 郑晓宏爷来来 千万请坐一下啦 万人啦 没有道理 好来来来 我跟你说啦 議長说交付啦 当然 我现在 现在大多数我在习许许许议会做 很好的财团 但是 疑犯 就是在抬乙许许嘛 我刚才有说过 大贼西河湾生态园区 我们建设局 困资两棋做 头一棋已经做好了 第二棋你不继续做就要抬掉 再去抬掉 啊本事感觉 这样 诶 議長 到底 所以你再调交付 交付委员议跟 跟联系会跟大会的讨论 你交付他怎么可以抬起来 交付之后 我们再讨论嘛 保护嘛 議長我现在宣告啦 他现在 没了没了 我现在 不是啦 我请问他啦 我请问他 他现在 第二棋没做 第二棋没做 跟第二棋 五千几万独条 一条路做一碗 对吧 我常在说 全带 我们欧子共 要议会通过的东西 他为什么不去执行 我认为不是只开这次会哦 建设局林佳祐市长 不是只有这次会 我们未来的开会 讨论 议会 我认为我认为 審查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回忆过来嘛 这样就有了 他不要讨论吗 最近还可以回忆 所以谁就讨论呢 没有 请市长先答这个问题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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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你要讨论吗 你这条要讨论吗 你这条要讨论吗 检讨之后再送进来 他快要来说 别的了 检讨论 他没有什么抬掉 请做啦 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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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整议算 国民党的议员 没几次 只要合理 合乎 我们 市民的需要 我先来 议员的直接 就是抬预算嘛 台东的议算 他就把我抬掉了 这样怎么可以放进去 没有啦 我们现在一定要 纳入交流审查 教育 纳入交流审查 会再抬掉 他五千万 可以再抬掉 他都会吧 这会在议算 你讲看看 政策机长 请政策机长 你收一下 收一下 收一下 第二 你如果没做 我就跟你称呼了 感谢议员 这个案子 是因为 经过保安寧 他的开辟 需要 那个林务局 他的同意 但是他 正式的行文 他不愿意 来 同意这一条路 所以呢 我们继续再来 跟他 协商 那后续 后续如果 他们白予 开辟 那我们再把议算 就这样 再去叫政策机 去沟通 然后再 他这个 议员是 可以抬掉 不能准掉 他不可以抬掉 他去沟通 如果沟通不来 不是啦 現在是林务局 林务局 都不同意做 所以他在抬掉 他就不去协调 你跟他 要叫他去协调 所以他抬掉 哪有力 协调 这又处理 他也好 这又做 那又不 不是把这次開完 那再来 那我們 交务啦 交委內 讓大会 大家来讨论啦 好 好 好 沒啦 沒啦 好啦 那就 交委內 完成一堵 通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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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雞湯 還有雞湯 對 好 休闘 快點 告訴你 goosebumps 找個 薺 我 我不訪問 嘞 親 Victorian 感谢观看